玉里是全国稻米种植面积最大的乡镇 也是县内最重要的优质稻作区 而品质更是全国赛的常胜军 而农友透过参与农粮鼠办理的稻米达人竞赛 来增加自己的水稻种植经验还有技术 玉西地区农会总干事表示 玉里最主要的品种就是台梗二号以及高雄147 口感独特并且Q弹 也是农友最爱种植的品种 而今年的天气非常给力 让玉里地区的稻米大丰收又香又甜 玉里是全国稻米种植面积最大的乡镇 也是县内重要优质稻作区 品质更是全国赛的常胜军 农友透过参与农粮鼠办理的稻米达人竞赛 来增加自己的水稻种植经验以及技术 玉西地区农会总干事表示 玉里最主要的品种就是台梗二号以及高雄147号 口感独特并且Q弹 今年第一期的部分因为老天爷帮忙 可以说风调雨顺水稻的品质都非常的好 其实这里的我们这里的米吃起来都很Q弹 可以说今年的品质是相当的好 台梗二号及高雄147号也是农友最爱种植的品种 今年的天气非常的给力 让玉里地区的稻米大丰收又香又甜 现在大部分有机的是种四甲到五甲 冠型的也四到五甲 我们几乎都种147 口感它比较Q 也比较不容易硬 放久了不容易硬 也有比较特别的那个碧头香气 花莲玉里镇百年前就以种植稻米为主 两期稻座面积达6500多公顷 是台湾单一行政区中最大的水稻生产区 在农民用心灌溉之下维持良好品质 并且为了种植出最佳稻米 从谷种挑选到田间培育 必须历经半年 农友表示玉西地区的稻米 吃起来是非常的香甜 记者高双双玉里镇采访报道